北欧的冰岛是台湾人最爱的旅游国家之一 当地不但火山很多 随处可见的温泉也成了天然的烤箱 可以用来烘焙面包 而这种添加大自然味道的黑麦面包 口感扎实 营养丰富 也成了当地特有的料理 冰岛是世界上火山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任何时候都有30座火山 喷发着滚烫的熔岩 这些火山活动带来的 用之不及的地热资源 连饮食文化都息息相关 这个黑麦地热面包 就是用温泉烘烤出来的传统美食 我肯定在这村子 我可以把这些年轻的 以后1800年之一 我妈妈教了我妈妈 煮这个饼 我妈妈教了我 火山面包的做法很简单 只要把面粉 砂糖 奶油 跟一小撮盐均匀地搅拌 再放进铁锅 盖上锅盖 包上塑胶膜 就可以挖个洞放进地底 设置100度的烤箱之中 门烤24小时就能够出炉 但其实冰岛的面包师傅 还得靠天吃饭 我们的最大挑战是烤 如果烤得太烤 我们使用的锅盖可以冷却 如果它不太热 当然 烤肉不完全烤 地热蒸烤出来的火山面包 看起来就像是黑糖蛋糕 不但结构紧密 而且水分较多 相较于一般小麦面包 消化的比较慢 有助于维持饱腹感 这位面包师傅一个星期大约 能够烤出70个火山面包 经过大地烘烤的面包 铺上一层奶油 特殊的风味 无论是外来的游客 还是在地人都赞不绝口 陈雨迪编译